在地球轨道上 我们除了微波雷达手段 我们还有卫星导航等其他的手段 可以作为冗余备份的手段来做 但是在月球轨道上 咱们远距离测量就只能靠微波雷达 它是唯一的手段 我们之前的侧角精度能达到0.15度 现在能达到0.1度 就是相当于是之前咱们俩相距20米的时候 我能把你锁定在一个半径5厘米的一个小圈里 现在我精度再提高 提高到0.1度的时候 我会把你锁定在一个更小的圈 这样就相当于是我们的补货更精准了 我会把你跟他在一起 咱们就用到0.1度之3 这里找到0.1度的时候 再来一步 就算那个小圈 超级的角色 必须有点 有点开排 今天中午分裂完以後 然後後續我們規範組合體 還要環繞月球 飛行六到七天左右 然後進入月地轉移軌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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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經歷三四天的月地飛行 然後後面就是返回地球 就像剛剛那樣的地轉移軌道 就像是特地轉移軌道 就像是接近說的 第二天的月地轉移軌道 就像是打開眼睛 就像是打開眼睛 然後又是打開眼睛